裡面的話把這個小數點去掉好了 OK那這邊的話呢就自動填滿往下 然後呢再往右把它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喔 Rand的函數呢有個缺點 在這邊插入函數裡面好像有個說明喔 這邊在在這邊 Rand的函數裡面我看一下 裡面好像有一個說明就是說 它當每當工作表重算時 便會傳回一個新的隨機段數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你只要做任何動作 填入任何資料的時候 這個數字怎麼樣就會被改變 也就是說呢 如果有沒有你隨便動一下 它這個數字就改變 那這樣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到時候 欸下一次再做別的練習 其實這數字一直在跑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的數字把它複製起來 右鍵複製一下 再到從原來的地方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就是把它怎麼樣固定下來 那固定下來只要貼上什麼 貼上直 就不要公式了 否則它RAM的函數一直在那邊跑 亂跑 我們要先固定下來 按一個值 按一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它就裡面的值就固定下來了 OK 那我們就產生我們要的一個 這一個成績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想這個格式化條件呢 在2003跟2007之後呢 不太一樣 不過也大同小異啦 我想這邊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大於90是藍色的字的話 那你這邊的話可以在儲存格裡面指大於 或者大於等於90的話 那我的這個格式部分呢 我再設定為藍色的初體式好了 那在格式地方點一下呢 把字的顏色改為藍色的 這邊藍色的字 然後加一個初體好了 按一個確定 好 那這邊的話 再來的話按一個確定 那第二次的這個格式的話 再設定一個新增一個第二個格式 再新增第二個也是一樣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除了格子 如果小於等於60的話 那我們給他一個顏色就是紅色的刪除 加一個也是初體好了 我可以類似這樣按確定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哪一些是比較高分的 哪一些是不及格 那加權總分部分的話呢 我們在這裡 如果說要加上權重的話 之前就是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公式 那比較快的方法 其實有一個叫SumPoda Sum S 打一個 SU 然後呢 M 那Sum有好多個 SumIf SumPoda 有沒有 那這個SumPoda 其實非常好 如果你是Sum 而且呢 又要什麼呢 相乘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SumPoda 按一個確定 SumPoda 它是把層積 兩個區域的層積 按確定之後 相乘 那特別注意它會有一個Array 其實Array 在 這個裡面的話呢 通常是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這個範圍的意思 其實在程式語言裡面就是叫正列 那其實正列呢 在這個裡面其實我們就是等同是一個範圍 那我們就把Array1 就是權重的範圍給它 權重2 這個第二個Array的話就是 成績的部分 那特別注意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把權重的部分怎麼樣呢 把它鎖住 按F4 這樣的話呢 按確定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權重 那權重部分我看也把它做為一個整數好了 OK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好 這樣的話呢我們算出來成績就會有一個權重 這個是權重sample.at的函數應用 再來名次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在插入裡面呢 用一個RANK RANK RANK 這個函數 我想這個應該也蠻常用到的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LUMBER 它的分數 REF就是Reference 它的範圍 範圍在這裡 你就把他們這邊所有的成績 然後記得等一下向下填滿 所以呢 這個範圍部分要怎樣 按F4 選舉就按F4 把它鎖起來 這個範圍不能夠跑掉